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2024米兰时装周嘉宾名单曝光 肖战鞋六大顶级巨星 闪耀全场 近日 网上报道在大屏幕上 看到了肖战的2024米兰时装周 应援大屏 紧接着媒体曝光了出席米兰时装周的嘉宾名单 肖战的名字自然挥之不去 值得一提的是 出席这次时装周的都是顶流大咖 不完全统计就有六大顶级巨星 包括李宇春 任嘉伦 刘诗诗等 注定会闪耀全场 群星璀璨 据悉 2024米兰时装周出席嘉宾名单曝光了 肖战不用多说了 一直都在爆料肖战会加盟 还报道看到了肖战的应援大屏 不仅如此 肖战携手包括刘诗诗 李宇春等在内六大顶级巨星 又是一次视觉盛宴 又是一次世界范围内顶级时尚大咖欢聚一堂的盛会 非常奢侈 也一定会闪耀全场 值得期待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自然都非常期待 还记得肖战之前参加时装周时后的盛况 肖战在这么多顶流大咖中脱颖而出 一直都在C位 甚至和高奢品牌老总共同外出旅游参观景点 肖战的地位肉眼可见 肖战强大的商业价值和人格魅力无庸置疑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肖战不懈努力的结果 这么多年过去了 很明显硕果累累 总之祝福肖战 目前还需要等一个官宣 相信也快了 作为娱乐圈里的顶流 也是人尽皆知的正能量偶像 相信肖战一定可以带着东风魅力闪耀全球 破圈跨界闯世界为国争光 肖战非常牛 未来可期 蓝V官媒公布米兰时装周阵容 肖战名字亮眼 一时二大顶流齐聚 近日 网上呼声非常高的就是米兰时装周了 陆陆续续曝光了非常多出席嘉宾艺人 其中有一家蓝V官媒直接公布了嘉宾阵容 肖战的名字非常亮眼 第一个就是肖战了 备受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份名单里还出现了非常多观众们熟知的顶流巨星 不完全统计有一时二大顶流齐聚 又是一次不可多得的视觉盛宴 据权威蓝V媒体报道 肖战会携手包括任嘉伦 李宇春 刘诗诗 宋语奇等在内一时二大顶流齐聚 米兰时装周的舞台 而肖战作为举世瞩目关注和焦点 热情的朋友们早就准备了应援大评 都非常期待肖战在米兰时装周上的精彩表现 对于肖战来说 毫不夸张肖战在世界范围内都享誉盛名 全球领域喜欢肖战的朋友们非常多 商业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很开心 目前也需要等一个官宣 不得不说肖战的好消息实在是太多了 根本报道不完 新剧《藏海传》已经成为了代播剧中的爆款 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也成为了大热门 更不用说肖战拿到了非常多荣誉大奖 可喜可贺 总之祝福肖战 2024年依然和肖战不说再见 希望新的一年里肖战可以顺顺利利 演绎事业越来越好 事实上肖战目前的发展状态就是如此 从来都没有受到影响 一直都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肖战顺顺利利 未来可期 剧组曝光肖战事业全面开花 还透露肖战出席海外活动 惊艳世界 近日 肖战依然延续着火热的发展状态 演绎事业可以说是多点开花 这一点连官方剧组都注意到了 直接发文曝光肖战演绎事业全面开花 影视剧 商务代言等都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值得一提的是官方还夸赞肖战的同时 还透露肖战要出席海外活动 也就是接下来举办的米兰时装周 相信肖战一定可以再次经验世界 破圈跨界闯世界 据悉,有一家剧组提到肖战的时候 更是赞不绝口 还称呼肖战的事业粉非常有福气 看到了演绎事业全面开花的肖战 不仅如此,还要出席海外活动 继续登上米兰时装周的舞台 相信肖战一定可以经验世界 破圈跨界闯世界 对于肖战来说 这完全就是小场面 可能在很多艺人看来难以做到的事情 肖战总能轻而易举完成 一直都在创造佳绩 向世界展现东风魅力偶像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自然都表达了期待和支持 不仅仅是官方媒体 群众的眼睛非常雪亮 看到的肖战也是如此 代言商务不断 环都市全球大品牌争先恐后 和肖战续约 除此之外肖战主演的影视剧也都在路上 还是那句话 肖战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没有人可以阻挡肖战前进的脚步 总之感谢认可 这是肯定和激励 相信接下来的肖战一定可以继续努力 不辜负热爱和青春 作为小飞侠,非常幸运 也很开心可以遇到肖战 未来都要顺顺利利 肖战顺顺利利,未来可期 腾讯视频玄幻剧榜评分8分以上的20部好剧 在当下的网络视频娱乐中 玄幻剧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 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目光 而在腾讯视频的玄幻剧榜上 评分高达8分以上的20部佳作更是备受瞩目 其中,备受关注的是 肖战、徐凯等知名演员各自主演了三部这些佳作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备受好评的作品 肖战和王一博写手主演的神话 是一部古装仙侠玄幻剧 该剧在腾讯视频上已惊人的9.6分斩获好评 截至目前,参与评分的人数已经超过101.2万 接着,杨子、张婉毅等主演的《长歌行》 以9.4分的高分闯入榜单 吸引了756.4万人次的评分参与 而由肖战、任敏主演的《爱如潮水》 以9.1分的评分稳作榜单 吸引了247.2万人的青睐 霍建华、赵丽颖主演的《花千古》以及徐凯、张荣荣主演的《一千零一夜》等剧集 也分别占据着榜单上的《一席之地》 除了肖战和徐凯等领衔主演的佳作外 其他作品也不容忽视 比如由迪丽热巴、高伟光主演的《三生三世诊尚书》 由周冬宇、徐凯主演的《三生三世诊尚书》 以及由陈嘉赫、周样月、米热主演的《新白娘子传奇》 这些剧集的评分都在8.6分以上 各剧特色、各自引领着观众进入不同的玄幻世界 当然,这份榜单也揭示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在这20部好剧中 肖战和徐凯两位演员各自主演了三部 可谓是傲视群雄 他们的表现不仅在票房上有目共睹 更是在口碑上收获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 而这份榜单也让我们见识到了网络视频行业的繁荣 腾讯视频作为国内领先的视频平台 汇聚了众多优秀的制作团队和明星阵容 为观众们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这些高质量的玄幻剧不仅在剧情上扣人心弦 在视觉效果和演员表演上也无不展现出行业顶尖水准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份榜单的出现也标志着观众对于优质内容的追求和肯定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观众们有着更加严苛的口味和要求 而这些高评分的作品正是满足了观众对于精彩剧情和优秀制作的追求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评分背后的真实性 虽然评分数字直观反映了观众对于作品的喜爱程度 但也有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比如宣传力度、明星效应等 因此,在选择观看时 我们也应该保持一颗理性的心 不被单一的评分所左右 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喜好去选择合适的作品 总的来说 腾讯视频的玄幻剧榜上涌现出的这20部好剧 无论是从评分还是从观众参与度来看 都堪称佳作 它们不仅丰富了观众的视野 也为网络视频娱乐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未来 相信会有更多优秀的作品涌现出来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